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发出了抽血分离出自体造血干细胞 用来治疗急性中风 卫福部已经正式的核准这项医疗新技术了 至于还有在治疗慢性脑中风 也就是这中风持续有半年以上 不过并没有出现明显症状的患者 可以使用自体的脂肪干细胞治疗 已经进入了人体试验阶段 最重要是病人不用再跑到国外去 做脑医植 打干细胞 既自体造血干细胞 能用于正规脑中风治疗后 花莲慈激医学中心精湛技术 更延伸到自体脂肪干细胞 已经顺利在今年5月完成了第一期人体试验 放眼全球 这项阶段性的医疗大突破 远远超越美国史丹佛大学 使用他人的脑部兼脂肝干细胞 以及英国运用流产胚胎所展现的成效 而自体脂肪干细胞的优势 只需要取出1万个干细胞 就能借由培养扩成到1亿个 再浓缩成1cc的需求量 肚脂旁边的皮肤 0.3公分的伤口 然后取出大概3到5cc的脂肪 干细胞的脂肪 然后送去培养室 无菌无成 这培养室 大概培养3个礼拜 那接下来二期三期的临霜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看到 他们至少能够回复到 百分之70到80以上的一个成效 就是让坐轮椅的能站起来走 那能够让躺在床上的能够也起来走 卓越成果在台湾医疗科技展 首次公开 最快5年内可以取得药症 看似还有一段路 却是中风患者一大希望 大约新闻消息界的健宽 许英豪台北报道 普庸马翻车事故至今一个多月了 当时呢 多数的受伤乘客 都是住在花东地区的乡亲 也因此包含了花莲慈激医院 以及关山慈激医院 都有开设特别门诊 提供相关的治疗 花莲慈院是针对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开办了中西医合疗门诊 用中西医合并的方式 更能提供有效的治疗 至于在关山慈激医院 则是从今天开始 特别针对的是普庸马当时的 伤者名单 进行中医的免费诊疗服务 属于阶段性的任务 会持续到明年的六月份 事故当时坐在第七车的王先生 头胸小腿都受到重创语情 1021普庸马事故后 不少伤者心里存在着恐慌 关山慈激医院借用 张崇敬妇产科诊所的场地 出动六位中医师进行疫诊 充力太大了 我们当下也不晓得我们在里面 怎么回来回去 刚刚神医师帮我发现有几个地方 是他们中医西医没有帮我发现到了 然后经过他再次帮我 针灸换学完以后 我就轻松多了 轻松多了 背难国中校长也陪同学生来看诊 当时23人开心出国交流 却遇此劫难 学校针对没办法上课的学生 到家中进行克服 也尽力给予长期的心灵辅导 孩子们的状况时好时坏 现在变成就是非常的敏感 失眠的情形非常多 我相信有这个疫诊 一定就可以比较抚慰 大家的身体 还有心灵上的一些创伤 就尽量放心稍抱不要紧 透过精油的芳香放松身心 观山慈苑也特别邀请方疗团队 帮助伤者抒压放下恐惧 其实很多病人现在还出不来 那如果我们的时间不够长 就像我们在接球一样 这些还不能出来的病人 我们会漏接 中医在这点上 我们是可以从身心的角度 一起来做治疗 列车有脱轨 生活也脱轨 但是我们希望让这一切 都回到他原来的轨道 从12月1号开始 每周六的中医一诊会持续7个月 长期蹲点等待伤者走出来 期待能用爱与关怀 帮助他们尽早抚平身体与内心的伤痛 大爱新闻 谢雨山柳洪志台东报道 对于听障者来说 能够装设电子耳 就等于能够重新的与外界沟通 不过由于这电子耳所非不知 单边就要价一两百万元 以先天性的听力障碍新生儿来说 政府有提供相关的补助 建议是要两边的耳朵都要装设电子 能够增加声音的空间感 就能够借此提升听力到九成左右 他们一直一直的往下挖 都没有什么发现 正在台上落落大方 各项表达也相当良好 很难想象他是一位重度听障的孩子 三岁的他就喜欢念故事 说话嘴型完整 声音却发不清楚 直到左边植入电子耳 听力确实改善 但效果有限 今天我的手机铃声响了 让我放在某一个位置 请姐姐去找 姐姐可能左右找 走来走去她可能都找不到 她是用她的视觉 而不是用听觉 那句子有办法听到九成 可是你如果说在噪音的环境底下 可能听到七八成 可是你如果两只耳朵 如果加起来的话 噪音底下 说不定你也可以达到九成 医师表示 需要两只电子耳的原因 主要是让声音有空间感 和加强语音辨识能力 因此植入之后 还有一大段附件路要走 电子耳的先天性质 就是他听到的频率是合成的 所以不可能像我们耳朵那么精细 可以分出不同频率声音 像押韵字不是很像吗 我们会去训练它 就是辨识押韵字 通常听损的人 他们听电话或吵杂环境 或者是团体在讨论的时候 他们都会比较辛苦 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些 比较难的一些听能的情境 去做练习 专家表示 附件不只是帮助患者听懂声音 也要训练说话能力 如果是完全没有听说能力的患者 附件时间平均要花一到两年 不过如果是后天听损的人 大约半年就能附件成功 大约新闻聆听燕逸玲台北报道 用眼过度常会觉得眼睛酸酸色色的 甚至会伴随有红肿流泪 中医师建议借由按压 眼中穴位以及适当的热服 都有不错的舒缓效果 不管是滑手机或紧盯电脑 电视荧幕 长时间下来眼睛不堪负荷 眼睛容易干涉 就是很不舒服 流泪 眼睛红 那也会造成短暂时的视力 觉得比较下降 这样子度数增加 过度用眼导致双眼疲劳 就先停止然后休息一下 倒一杯热开水 然后很热的开水 然后我会透过那个蒸汽 让眼睛就是熏一下眼睛 会很舒服 64岁的郑女士 每当眼睛疲劳不舒服 习惯泡上一杯枸杞茶 再使用毛巾热服 年纪大了都要保养 保健很重要 零件又不能换 坏了就坏了 她有空就按摩双眼 开始按这个血点 然后这边 眉毛的里面 这里也可以 眼睛的前面 眼睛就很放松 很舒服 如果你会酸 或是会色色的 就常常去按它 压的话就是不宜重 我们会建议用指腹 所谓指腹就是 我们肉比较多的地方 按下去有一点点微酸就可以了 每个穴位按 建议是十秒钟 中医师说 眼睛周围有六七个穴位 时常按摩有助减压 大致上是呈现一个 这样子螺旋 这样出去的方法 然后到尾巴 我们太阳穴的地方停一下 然后再顺着 顺着中回来 适度做眼球运动 眼睛先看左上 左下 然后再看右上 右下 然后看左 看右 然后再顺时针 逆时针 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做个三到五组 不定时热敷 温度大约四十度 能有效缓解双眼疲劳 我用这个毛巾 热敷五分钟 就给它移开休息一下 那等脸上皮肤 不会觉得那么灼热的时候 可以再热敷一次五分钟 这样子 回归根本 改变用眼习惯 医师建议 看手机 每次不超过二十分钟 使用电脑不超过四十分钟 让眼睛多休息 有空多看远方 都能保护灵魂之床 第二十二届身心障碍楷模精英奖 十位得奖者来自于各行各业 克服了障碍在公益教育的领域 拥有了一片田 动人歌声诉说张睿哲对未来的希望 高音那年势力突然奏降 让他一度失去人生目标 但看见许多伸张人士不放弃自己 让他找回追逐梦想的勇气 从歌唱中找到自信与生命力 一样跟我看不到或是有其他障碍类别的人 他都能够去尝试 为什么我只是先想到我不行 然后我才一步一步的去尝试 在大自然中作画 用艺术开发创作潜能 丽树林和先生都是中度肢体障碍者 本身是特教老师的他 结合丈夫美术专长 提供身心障碍者一个绘画空间 我们就希望说借着艺术的活动 来带领他们来疗愈他们 可以在树底下画画 那也可以有一个艺术预疗的园区 我们看见他真的是变快乐了 恭喜树林女士 身心障碍楷模精英奖 迈入第22年 希望透过这些生命斗士 让社会看见身心障碍者的努力 也期望他们能克服挑战 活得自在不受限 在新闻范秀仪 梁家明 台北报道 跨国职讯来自于中南美洲 四个邦家无国的专业人才 包含了工程师 以及技局学校的老师 到了台湾接受冷气空调的职讯课程 要把技能带回家乡 这个是半电原始 老师上课旁边翻译即使口译成西班牙文 因为台下这22位学员 全都来自南美洲邦交国 对 这条线 开门 从二十几岁到四十岁的学员都有 透过劳工局职讯中心 来学水电装修课程 其实他们在自己的国家 都是专业的工程师或是老师 29岁的Palo在宏都拉斯的技职学校 高教冷气空调 学生都是大专生 看到台湾的技能大开眼界 尤其是用的材料 我们也动用了我们所有能够跟他们 做交流互动的 我记得他们中午的时候 有人就会过去说 那我们的美华班那边在剪头 他们可不可以当模特 他们主动过来 三个月职讯课程 这一群热情的南美洲朋友 不仅体验了台湾不同的职业课程 更要把所学专业带回国内 造福更多人 大爱新闻前线 王朝中高雄报道 国际焦点美国前总统老布希 他因为血液感染 以94岁高龄过世 尽管他只当过一届的美国总统 不过任内四年的丰功伟业 却都是不容抹煞的光荣寄计 老布希他是美国的第41任的总统 他带领过波湾战争取得胜利 对伊拉克实施了经济制裁 而同年也促使苏联解体 冷战斗中 国际分析师曾经指出 他属于对台湾友好的美国总统 也因此曾经出售过高达150架的F-16战机 卸任之后也曾经出访过台湾三天发表演说 如今他的人生画下了休止符 这些事迹都将要涌流美国的历史 94岁的美国前总统老布希 于世长辞 在政坛举足轻重的布希王朝 痛是大家长 60年代老布希在德州从事石油产业 随后进军华府成为众议员 担任过联合国大使 中情局局长 以及美国驻华代表 获得雷根网罗做了八年的副手 1989年正式以第41任总统身份 入入白宫 恭喜你 老布希重视环保教育议题 并且推动禁止歧视的 美国残障人士法案 带领美国渡过柏林围墙倒下 苏联瓦解冷战结束的过渡期 冷战不必要终于平静 它可能会终于叩咬 而是叩咬 但他确定会终于平静 而且会有很多热烈 老布希认其最为人知的 就是发动第一次波湾战争 阻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沙漠风暴任务 确立美国世界警察的地位 也让老布希的支持度 达到无人能及的91% 你必须做的 但因为战争拖累经济 连任之路受挫败给柯林顿 但大儿子小布希随后承接父亲的光环 2001年担任第43任美国总统 称为政坛假话 退休后的老布希 生活更多彩多姿 尽管这几年因为扒金森事症 只能用轮椅代步 但热爱生命的老布希多次生日 挑战高空跳伞 跟老婆巴巴拉间谍情深 今年4月巴巴拉过世 老布希身体更加衰弱 预计老布希之后 也将跟老婆相伴 暗葬在老布希总统纪念图书馆 后方的私人墓园 大爱新闻预讲编译 G20高峰会 今年从开幕当天就非常有看头 和往年沦为大拜拜 在轮与形势缺乏重点迥然不同 因为光是川普和习近平这两人 牵动的美中贸易战 就话题不断 两人的战术都是采取先礼后兵 这话不说死 强调有合作的空间 却都也预待保留 各国领袖盛装参加G20高峰会 开幕晚宴 站在东道主阿根廷总统不负 左右两边 川普与习近平伟妙的距离 也点出今年的峰会焦点 尽管川普强调两国接近达成协议 但川普也表示倾向维持现状 态度保留 加上鹰派官员纳瓦洛也会现身 川喜晚宴 美中贸易战恐怕依旧难解 尽管贸易战还寻而畏绝 但至少川普不会空手而返 川普签署了美加莫协定 来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新鞋叮当中部分条约 甚至被认为是拉拢有方 来对抗中国大陆的经济势力 不安排里出牌的川普 也取消多场会外汇 包括因为乌克兰船舰冲突 与普廷的会面临时喊咖 沙国记者遭到杀害的事件 也让川普跟土耳其总统 就已无力回潜 沙滩上躺着一头头暴毙的领航金 画面是触目惊心 这是纽西兰在一星期之内发生的第五起 鲸鱼搁浅事件 保育团体认为鲸鱼会搁浅 可能是与海洋的温度上升有关 今年纽西兰的海域就曾经测得破纪录的高温 年轻人的环保意识也逐渐抬头 在澳洲20个城市上万名的中小学生 他们集体的走上街头 高声的呐喊出 他们十分担忧暖化加速 也希望政府能够更加的有积极作为 兼缓暖化 什么事情让澳洲的上万学生 决定放下书本走出教室 高举标语 呼吁大人要重视 西澳野火烧不停 雪梨却是暴雨引发洪水 看在这些小朋友们眼里 暖化的冲击并不遥远 已经是现在进行事 就在波兰气候变迁会议举办前 决定效法瑞典小学生 周五到国会举牌的做法 要求总理莫里森重视暖化危机 减少煤矿开采 尽管引起反弹 但对这些学生来说 阻止暖化是比上课更重要的事 对于这些国家未来的主人翁来说 手上没有资源 没有选票 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未来 气候变迁造成的恶果 却是他们要承担 因此依旧按照计划 星期五拿着标语 希望大人们能负起责任 为了他们的将来 立刻采取行动 带来新闻与讲编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商品的售价和品质 还直呼着做工精细 直到得知被骗时真的好糗 也让人省思了精品时尚代表的背后遗憾 要让消费者打开皮夹 从价格 品牌到外形 都是考虑的重点 但真正能让人心甘情愿 花大钱的因素是什么 评价鞋款业者决定来做个实验 业者打造虚构的意大利品牌 在洛杉矶开了一家快闪店 请来时尚网红参加开幕式 网红们拿着一双又一双的鞋 赞不绝口 甚至决定砸下重金 花数千到上万台币 也要把眼前的鞋给打包回家 但其实架上都是不到20美元的 平价鞋款 研究消费行为的学者就表示 大部分的消费者买的 其实是一个购物的感受 也因此几百块台币的商品 放在高级的店面 就可以鲜于大翻身 尽管对于购物每个人需求不同 买卖价格也是拟勤募愿 但专家还是建议在大笔消费前 多做点功课 了解商品的产地还有材料 才不会当了冤大头 大海新闻预角编译 现在有大批中南美洲的移民 他们是滞留在墨西哥边界 停往那市 很多人栖身的简陋帐篷区 现在下起了一场倾盆大雨 全都泡在脏水里 加剧了当地的人道危机 帐篷全泡在水里 突如其来的大雨 让人措手不及 民众赶紧收拾家当 带走谨慎的衣物 墨西哥提哇那市 距离美墨边境最近的地方 将近700位来自中南美洲的移民 暂时在这里等待前往美国 周四晚间开始 持续下起大雨 让原本就难以温饱的移民 生活更加艰辛 大包小包看起来相当疲倦 墨西哥政府提供巴士 带他们到新的避难中心 但物资始终严重缺乏 接下来几个月 可能还有将近四千位移民 来到提哇那市 情况可能更加恶化 有些人在这里绝食抗议墨西哥警方 阻挡他们跨越边境 希望引起外界关注 在美国还没松口前 六千位移民的未来 依旧不知何去何从 大爱新闻扬请编译 用案守护偏乡居民 这是此际前往太北青来的回墨村 进行的首度大型发放 而这一回呢 总共发放的人数是 四千七百四十七人 所以这物资里头包含了有 东衣东袜五千多套 一千八百多条的宝特亭毛毯 以及一千九百床的保暖棉被 把及时的暖意温情 直受乡亲的心理 清晨六点天都还没亮 此际志工已经抵达发放现场 进行准备 随着天色逐渐明亮 美食了内乡二十四个村的村民 陆陆续续到达 很快就挤满了活动现场 这里是发放的现场 民众正在排队 依序 等待和对名策 而在这里呢 我们也看到不少穿着传统服饰 盛装而来的村民 发放开始前 志工带着所有人前程祈祷 村民受到感动 纷纷响应竹筒岁月 在受到帮助的同时 也能成为付出的人 戴着和对过的名策 村民开始领取物资 又是毛毯 又是棉被 还有衣服跟袜子 一双手根本不够用 感谢资杰 谢谢资杰 有这么爱心 跟我们这么多东西 这么有的地方来到我们的本地 来帮助我们日常生活用品 非常感谢 今天你们的到来 你们的帮助是功德力量 爱无国界 这次曼谷清迈台湾三地志工100多人 为1000多个家庭准备了4747份的物资 棉被多少 棉被二 大人小孩按尺寸发送的冬衣冬袜 以及环保毛毯跟保暖棉被 带着满满物资离开的村民 脸上都堆满幸福的笑容 因为这个冬天 他们终于不必再忍受寒冷 而能温暖入眠 大海新闻 黄吉德明怡泰国青来报道 慈激在澳洲墨尔本服务难民 以及低收入户 和在地的保健中心合作 举办牙科疫诊 布置疫诊场地 让病患就诊时 能像在家那样放松 慈激墨尔本的落处 与北瑞奇社区保健中心合作 举办牙科疫诊 维多利亚州是没有 保险没有遮掩到牙医诊的 所以对于那些比较贫穷 还有就是住比较遥远地方的人 能够得到免费的牙医诊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还有很开心的一件事 我是第二次牙医的第二年 学医的牙医的第二年 所以就想接个机会 看一下平常牙医在 在公共的系统 怎样应对病人 所以就有这个想法 这次医诊已是双方的第八次合作 除了牙科诊疗 还有中医针灸和CPR的实地操作 这些人非常友善 非常帅气 非常专业 我感觉很好 你直接来进去 然后直接去治愈的人 你基本上帮助他们 每一步 从开始到结尾 所以很棒 现场除了看诊服务 志工也分享 小钱行大善的理念 这对夫妇乐于响应 我感谢他们 从我的心里 说他们做了一个素兴的工作 希望他们能继续 希望他们能够认识 因为我从未知 这个服务存在 牙科一诊服务对象是难民 何必受入户 牺牲休假的医师 都说此行很值得 大家新闻 这是美之工 王斌 谢坤耀 澳洲宝宝 凝聚了各界的爱心 这一场办在马来西亚的 慈善高尔夫球赛 有一百多位球员 为爱而灰甘 筹目的是 吉隆坡慈激国际学校建校基金 128位球员参与慈激大爱高尔夫球赛 为吉隆坡慈激国际学校筹目建校基金 我答应我三个儿子 全部我五个人来参加了 因为我看到现在的社会有很多问题 所以比如说我们没有一个慈爱的心 改变我的下一代 我的第二代 我的孙女 我怕他们有问题 我感到很开心 很兴奋 因为我也能够贡献 然后我又可以打球 打球又能支持教育 球赛获得企业响应 企业家一般上都觉得 都会说 等我老了退休了 才一起来做职机 或者来参与 所以上一日说 就是做三四 是有心人的参与吗 球赛集合众人力量 事前准备工作 是超过60位职工 在背后成就 多一点人来做比较容易 一两个几个人 做什么事都比较难 多人好像我们的职工师兄 师姐都很努力 吉隆坡自己国际学校 在各界期待下 希望能早日完工 培育英才 大约新闻之上美之工 王热发 胡永雄 中开安马来西亚报导 正言上人行脚 到了台北慈禁医院 下午场的岁目祝福 有这么一位 深情娇小的菲律宾女孩 她是来到台湾 治疗严重的脊椎侧弯 特别和妈妈两个人上台 要感恩的是上人 以及医护团队 赋予她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自信的笑容 菲律宾脊椎侧弯女孩瑞珍 重回一年前 治愈她的台北慈禁医院 参加今年的岁目祝福 手术后的她 如月读了大学 更成为慈禁宝和岛志工 出奇建筑 我感觉我完全是一家人 他们给了我准备 他们为了我 像我母亲为了我 我感恩是更伤人 余瑞珍同乡且同病况的脆沙 目前正在台北慈禧医院治疗 刚完成第一阶段手术 他们共同的主治医师曾孝祖组 台湾脊椎矫症的权威 成功完成了近40例超过100度的严重个案 她感恩病患 给予她技术精进的养分 重手术其实基本上是在改变一个人的人生 那首先要感谢这个 主要是感谢上人 他创建这个慈禧的这个世界 才会有这个奇妙的缘分 我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 但是他们这年轻人的人生才正要开始 希望他们这个将来 可以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过下去 台北慈禧医院今年海外国际医疗总人次 共1830人次 比去年成长了30% 将慈禧医疗的大爱更扩及到海外 证言上人赞叹医疗团队 为两位菲律宾女孩所做的努力 同时感恩菲律宾志工与台北慈苑合合互协 期许医疗团队在抢救生命的同时 戒胜虔诚 感恩尊重 戒胜虔诚 我们要时时培养爱心 这才是造福人切纳 就如今年我给大家的一对脸两句话 感恩尊重生命爱 何敬无争共无言 歌载姓名林唐美云 亲自演出高僧误达国师 历经人面疮的病痛与因果 为台北慈禧医院的岁末祝福 画下完美句点 大爱新闻流容 郭佳旭台北新天报道 感恩大爱之友 以及人文融洞 长期以实际的行动护士大爱电视台 今天在新竹静思堂 举办了人文感恩音乐会 妈妈的爱开启了我的心灵世界 还有许多人成就了今天的我 自弹自唱 嘹亮嗓音 忙着钢琴家许哲成 唱出对妈妈的感恩之情 国际级水准音乐会 让全场甚深陶醉 目的只有一个 我们是有一定的坚持 跟使命感的很多的专业媒体人 要来跟各位人文融洞菩萨 说感恩 有的是他去打工 然后慢慢慢慢的存起来 存起来成为龙董菩萨 也有十业家 七业家 环保志工一起来 那很高兴就说大家都动起来 能成就今天的姻缘 数百人共聚新竹静思堂 参与人文感恩音乐会 因为都是长期支持 大爱电视重要推手 其中圣根教育二十一年 王屏东夫妻俩的爱心 也不落人口 尤其我们上人一直告诫我们 要多做好事 口说好话 我个人觉得说 为神想象上人 然后在社区方面 我个人自己也从事 老人关怀站 四年下来 我们就是固定每星期二 就是老人关怀站 那这个关怀站里面的 老人成员差不多有七十来位 因为爱与善相聚一堂 让现场温馨感动 大一新闻消息节 许英豪新竹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BBC 来到台湾拍摄了 台中的彩虹眷村 这个画面您定不陌生 它就是这个彩绘的原创者 高龄96岁的彩虹爷爷 而这一回BBC的拍摄 也让黄爷爷跃上了国际版面 更让台湾人情味 以及城市独特美学 被更多国外的人看见 英国广播公司BBC专访彩虹眷村 黄永富爷爷 影片在IG网站上不到20小时 就超过28万次浏览 来到彩虹眷村现场 人潮满满 96岁的彩虹爷爷超人气 直到彩虹眷村在国际媒体爆红 他非常高兴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在巷弄里穿梭 拍照留念 不想放过任何一处彩绘美景 很漂亮 感到很满足 很开心 很开心能够有这个公公 一旁原本是罐头邮具的空间 也由市府跟当地的文创团队合作 打造更环保安全的 摩石子溜滑梯跟沙坑 简单的彩绘 并且把爷爷的图案的元素 把它做成造型的板子 固定在这个溜滑梯上面 给游客跟小朋友在这里拍照玩耍 彩虹眷村已然成为台中必有景点 随着在国际媒体曝光 也更加带动观光人潮 来欣赏台湾之美 大爱新闻张贵端国际中 台中报道 下个星期要变天了 可以把握这周休二日的好天气 而假日也不妨能够前往台中花博的 大爱环保科技人文馆 这里都是免费入内参观的 而画面当中您刚刚看到 这个年仅八岁的林小弟 他来亲了专业的志工导览之后 颇有见解 硬硬的宝特瓶竟然能够回收载质 变成细细的丝线 八岁的瑞豪张着好奇的眼睛 专注听志工讲解 来到节能减碳体验区 骑完单车 他决定要给大人们一个建议 不要一直开汽车跟摩托车 什么有的没的 污染空气还有可能会造成酸雨 同言同语还蛮有道理 瑞豪驻台北跟父母亲参观台中花博 走进大爱环保科技人文馆 更加深环保意识 我听到很多人都开这么大 真的啊 有人对 我都说不要开这么大 举手之劳能省水 爱惜资源很简单 如果可以用的话 一直重复使用是最好的 不要用了一次就丢掉 燕领同学也是跟家人来 同样体验实作 跟着慈系之工做分类 DIY塑胶打包袋 打包东西用一次 通常就不用了 那如果我来拿来 做这些装置艺术 美观 很美观 然后又还好 好习惯从小养成 经过慈系之工用心讲解 学生们在展馆内轻松愉快 吸收满满的环保知识 要带回去与家人分享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 赖鱼轩 魏千惠台中报道 大家晚安 我是正团七 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呢 全团个地的天气状况还不错 可是呢 空气品质来得比较差一些 今天用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图片 给大家了解一下 整体的天气 首先呢 这张图是这个 偏2.5的预测 从图上面可以看到 一些整个台湾的西半部呢 在今天星期六以及明天星期天 这个偏2.5的浓度都会比较高一些 这个原因是因为 风向上面都是属于偏东风 所以东风吹过来呢 碰到地形阻挡之后 在整个台湾的西半部 整个扩散条件是没有这么好的 污染物容易在这个西半部做累积 尤其是在山区的边缘 像是在这个今天 各地的空气品质状况 都没有这么好 那预期像这样子的状况呢 还会再持续一个两到三天左右 这个天气要有变化 预计要来到下礼拜二 这个空气品质状况 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好转 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午之前 偏2.5的浓度稍微少一点 中午之后呢 这个偏2.5的浓度 有比较明显的增加 所以提醒您 在未来几天 如果这个呼吸调比较敏感的话 要多留意的 这种空气品质比较差的情况 将会再持续一个两到三天左右 至于从卫星图上面来看一下天气 卫星图上面可以看到 其实台湾四周云量还是有的 可是台湾上空的云量并不多 整天感觉起来是比较晴朗一点 这种天气 预期像这样的天气状况呢 在未来几天还是会持续 风向上面是属于偏东风 所以呢 在星期日 星期一 以及星期二的上半天呢 这个天气状况都还不错 天气比较明显的转变 预计要来到礼拜二的下午 礼拜二的下午到深夜呢 这个新的一波东北风 开始逐渐的正要加强当中 所以可以看到 从星期二的晚上开始 这个北部的这个降雨状况 就开始出现了 开始有一些水汽进来 但是呢 来到星期三是主要影响的时间 所以在星期二 以及星期三的天气 要多留意 会是有一些变化 但是第二波冷空气 预期是要来到下礼拜的后期 来到星期五又开始南下 这波冷空气会更强了一些 而且呢 为北部带来比较明显的降雨状况 所以呢 总而言之啊 下礼拜的这个天气啊 大致上是有两波的 这个冷空气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几天的降雨预测 星期日一直到这个星期二呢 其实目前看起来 这个水汽并不多 要一直到星期二的晚上 水汽才会稍稍的增加 那到礼拜三呢 北部以及东半部 有些下雨的状况 提醒您下礼拜的后期 如果有些户外活动 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哦 因为在下礼拜的后期呢 天气状况 是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温度的这个趋势图 温度的这个图上面 可以看到 北方颜色比较深的区域呢 代表是这个比较冷的区域 在星期二的时候 开始有点接近到我们台湾了 但是呢这个降温幅度有 但是还没有太明显 第二波降温幅度 会比较明显一些 我们从这个图上面来看 到了星期四星期五呢 颜色比较深的区域 开始往南边压下来了 这时候也就代表 这冷空气离我们更近了一些 所以呢到了星期四 星期五这个天气状况 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要多留意 温度区域湿图 可以更明显看到 在这个星期二之前 高温大约都是有来到28度左右 这是北部的温度 但是呢来到星期三 有明显的下降来到23度 到了星期五 可能只剩下19度左右的高温了 所以呢这个温度啊 在下礼拜是会有 两波降温的要多留意 至于在这个南部的温度上面 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但是呢日夜温差比较大一些 这个中午的高温 可以来到29度以上 但是早晚低温 大约都是在20度的上下 提醒您这个在南部 早晚外出啊 都穿上一件保暖的衣服 最后呢来看一下 我们明天台湾各地的温度 在这个星期天 北部大约是来到28度 那在中南部 大约是28到30度左右的高温 早晚稍微聊一点 大约是在20度左右上下 在台湾东半部 大约高温是来到26到27度 早晚低温大约是只有20度 所以呢在这几天 早晚的温差都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周末虽然比较稳定 天气比较稳定 但是这个温度要多留意 下礼拜三开始 冷空气主要南下 降温转为邮宇 中南部这几天要多留意 空气平的状况都会比较差一些 好 以上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的天气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爱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祝福您全家 平安 顺心 我们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